兼指揮家叫做伯恩斯坦 美国人 从钢琴家出身 到最后变成了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 他也创作了非常多的曲子 这一首是音乐剧《西城故事》 《西城故事》的主曲 《西城故事》是在讲什么西城 是在讲纽约曼哈顿的西城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纽约 纽约曼哈顿岛常常的 中间就跟各位现在所在的大安森林公园一样 他们有一个中央公园 因为中央公园很细长形 从五十几街横跨到一百多街 将近五十几条街的长度 就把这个大安 把这个不是大安 把这个曼哈顿岛分成了东跟西 靠西边就是靠我们最有名的韩德森 阿德森 River 这个河刚好就在纽约西州的另外一边 因为它的水深非常深 所以美国的曼哈顿的西岸 就是非常多的港口 在早期都会停什么 停军舰 如果你现在有去曼哈顿 那边都还有三十几街 那边都还有停几台军舰 可以给大家参观 那这个其实西城故事就是在讲一些水手们 他们在这个当兵在海上这个出任务 任务要放假的时候 停靠在曼哈顿港 然后这些水兵们进到曼哈顿里面去 哇看到这个光鲜亮丽 五光十色的纽约城 就欲罢不能 那很多我们都知道很多当兵的不见得都是来自于纽约 来自于乡下也好 其他的州 所以他们到了纽约看到了形形色色 然后当然也会看到很多这个美女 那这个在海上都看不到女生的这些兵 就产生了很多爱情的故事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族群 包含了非常多的部分 也为大家听到一些耳熟能详的旋律 那里面也会参查一些比较绝世味的 这也是纽约比较有特色 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西城故事族群 谢谢